这是王孙赠予我的礼物 你怎么可以转送给别人 给我 吕不韦 李浩蓝 给我 你想想清楚 打从我买了你 你从上到下 哪怕是一根头发丝 都是我吕不韦所有 刻上了吕氏烙印 就算这香囊 他也不例外 吕不韦 李浩蓝 你不但自私霸道 而且还吕骄不改 香囊我不要了 你自己留着吧 李浩蓝 李浩蓝 主人 你哪儿来的义母啊 归你了 宫人们陆续倒下 皆是因为膏烧不断 呕吐不止 医师们建议将所有病人送去疫病所 免得感染其他的人 宫外的医病所缺医少药 又缺少医术高明的医师 不如在宫内 批出一所偏僻的地方 请医师来为病人治病 你懂什么 别的宫都无病无痛 旭日宫病了那么多人 外面早已传言四起 什么传言 红叶不敢说 说 他们都说 一定是因为旭日宫戾气太重 才引来冤魂索命 侯爷乱语 所以红叶才建议 将所有病人送去疫病所 这样 可以免除他们殿王后的生命 小女官 你这样做 只会让人私下议论 责备王后冷酷苛刻 不体恤夏情 即便如此 也比传染的人越来越多要好 禀王后 殷医师求见 让她见来 诺 参见王后 殷小春斗胆 请王后开恩 将宫人们留在宫中养病 殷医师人心人术 红叶感佩 不过 疫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是拿着蓄日宫全体的性命 开玩笑呢 他们上吐下泄 头痛发晕 彼此却无传染征兆 如果是疫病 早就在宫中扩散开来 怎么能只有二三十人患病 医师们诊断 都怀疑是疫病 殷医师开口就来 万一你要是诊错了呢 我怨负全部责任 王后 殷医师医术高明 颜值有据 若此时兴师动众转移病人 容易让人误会王后的好意 不如就在宫内 批出养病的地方 请医医师来为病人诊治 浩兰相信 宫里的上上下下 都会改念王后的仁慈之心 王后若不放心 殷小春可以立下军令状 你们两个 真是无畏啊 万一闹出个什么事来 你们吃醉得起吗 好了好了 既然你言之凿凿 那就全都交给你处置 不过 要是有一人传染 你人头落地 诺 殷医师 你似乎欲言又止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叙入宫这么大 染病的都是低阶宫女 而非王后和女官 所有人病情都一样吗 基本差不多 呕吐 高烧 身上几斑瘀 医师们都认为是伤寒 可我不这么看 如果真的是伤寒 整个宫里早就蔓延开来了 所以我猜测 染病的根源 是否出在饮食上 饮食 如果饮食的确有问题 就能解释 为何此病并不传染 却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 旭日宫内 所有下等宫人 都共有一个水源 是 走 你们要干什么 华凛姐 走 随我去见王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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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女快 如果我去见了王后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 去日宫冰倒二十人 死去四人 百合 你的良心真的过意地去吗 我 我 我现在不问 行狱的人也自会问出你的话 带走 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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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女官 是小女官吩咐奴婢做事的 萧红叶 对 就是小女官 他要奴婢 在西边的水井下手 那里居住的都是夏南宫人 后来又说 连东边的水井也不要放过 奴婢很怕 奴婢真的很怕呀 他为何要这样做 为了陷害您 他说奴婢不按照他的吩咐来 就要了奴婢性命 他在薛日宫支手折贴 奴婢不敢反抗他呀 奴婢嫁成于老肉父母 凶嫂勃起 不管父母死活 全乱我的心疯养活 若奴婢斗礼性命 谁去杀养他吧 好兰姑娘 奴婢知道您的心肠好 帮奴婢一条生路吧 奴婢给您磕头了 你自有父母杀养 可曾想过那些无骨死去的宫人 他们也有父母亲人 更何况放你容易 罪魁祸首还是会继续杀人 奴婢愿意将功折罪 怎么个将功折罪法 奴婢 奴婢能让林女官抓个人赃辩护 奴婢只求保住性命啊 好 我愿意相信你一次 谢林女官 谢林女官 黄岚姐 你觉得这个百合 真的靠得住吗 阿月 把这个小竹筒交给音医师 务必请她 去吧 王后 宫人们陆续生病 王后又夜夜难眠 雪日宫如此不太平 难保 不是有人从踪作祟 王后 请下令让红叶搜查全宫 不论是人是鬼 红叶一定把他救出来 奴婢的药用尽了 小女官吩咐奴婢 三更十分在这里等着 她会带着新药过来 就是这儿 需要我们回避吗 我是说 若她远远的桥剑还有别人 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李浩岚 三更半夜不睡觉 在这儿做什么勾当呢 三更半夜的 小女官不也在这儿等着吗 我是在这儿守住带兔呢 也不枉费我白忙活一场 活出了这么一只大白兔啊 你这是何意 到了王后那儿 你自然就明白 全部给我带走 诺 王后 红叶奉命四处寻查 发现李浩岚带着两名宫女藏在冬鱼树下 不知道在秘密上亮什么鬼魅之事 说吧 怎么回事 王后 一切都是李女官逼迫奴婢 奴婢万万不敢从命啊 王后 你胡说什么 谁逼迫你了 诺哥 王后在这儿 哪儿能得到你说话 奴婢受燃剑 撞进司徒院 在水井下毒 才受到他们胁迫 奴婢不敢违抗李女官 只能假意屈从 配合她们行事 王后 王后 昊岚深受您的大恩 又怎会做出这样犯禁之事 望王后明察 奴婢怎敢诬陷女官 他们不过是拿宫女嗜毒 真正的目标分明是王后您啊 奴婢 奴婢不敢从命 李浩岚见我执意不肯 就以性命向威胁 而且司徒月 是她押着奴婢去的呀 婢子经常看见司徒月 在宫中转来转去 鬼鬼祟祟 一定是她动的手脚 宫中才这么多人生病 是 婢子也瞧见了 百合平日严行谨慎 哪敢犯下如此大罪 一定是受人胁迫 我那是去调查 百合 你明明说是 萧红燕指示你的 现在竟然 我明白了 这从一开始 就是你们下的套 不赢我们上钩 当中抓获的是你们 现在为了脱罪 你竟然栽葬到我的头上 李浩兰 敢做不敢当吗 浩兰 你说 怎么回事啊 王后 浩兰无缘无故 为何要谋害您 根本毫无理由 因为王上 当初想让你当嫔妃 是王后把你留在宫中当女官 你自然心存不满 萧红燕 你上下嘴皮子一动 就轻易污蔑我 证据何在 宫里这一双双眼睛 看着你们呢 王后对你如此厚爱 你这么做 对得起她吗 王后 既然萧女官有证据 也请王后允许 殷医师上殿 李浩兰 事已至此真相打败 你如何要做这种困兽之真 不如赶紧坦白真相 说不定 还能苟延一命 萧女官何必如此心急 不如等殷医师来了 听听她怎么说 可 殷医师到 参见王后 这个是从宫女百合身上搜查到的 经过查证 正是她使得众宫人相继病倒 怎么回事 此种炼毒法 是将蜈蜈子等毒虫 蜜蜂 精心炼制一月后方能使用 因其方法繁复 当然 又兼不易察觉 患者常被人误以为生了疫病 投毒者便能轻而易举地脱身 这正是离女官毒害宫人的物证啊 这是我的罪证 你确定吗 自然 奴婢敢以性命担保 亲眼看到司徒月投毒 这种炼毒之法是从北敌开始 到楼梵发展到了高峰 在部落内部引起民乱 后来楼梵为赵国所灭 这种秘法逐渐消失 很少人得知 昊兰从小是在寒郸长大 根本就不懂如何豢养毒虫 萧女官就不同了 若我未曾记错 萧女官的先祖 就是楼梵贵族吧 王后 人证物证拒绝 有不得李昊兰栽葬 我入宫不久毫无根基 用什么来威胁百合 他是受到你的指使 把脏水泼到了我的身上 李昊兰 你放肆 甚以上害同僚的性命 一次次挥霍我王后的信任 把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 放肆的人是你 王后 李昊兰 你们各这一子 我如何裁断呢 母亲 雅儿有办法 判断他们究竟谁是谁非 雅儿有什么办法 雅儿斗胆问一句 如今的关键人物 是否宫女百合 不错 那就简单了 不论百合是否撒谎诬陷 背后定是有人指使 想要知道真正的主使者是谁 办法只有一个 收拾开 这把剑 曾随先祖上过战场 杀敌无数 可变妖邪 除奸宁 杀死百合 公主 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和证明我的清白 又有什么关系啊 若是百合与你毫无瓜葛 却受人指使诬陷你 你应当对他深恶痛绝 杀了他才符合人性 公主饶命 我是无辜的呀 无辜 谁敢说自己是无辜的 李浩岚 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是由我 也不由母后 而是由你自己 亲自决定的 我命令你杀了他 立刻 公主 公主 凶手为了证明清白 也可以一样杀人 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在这个宫里 只有主子的道理才是真理 我命令你杀了他 你杀了 浩岚姐 百合故意污蔑 死有余辜 你快杀了他 我不能 李浩岚 公主的理由无法说服我 百合有罪 自有律法承治 自证清白 绝非杀人的理由 我看你是被吓破了胆吧 小红叶 你呢 怎么会变成这 百合 事已至此 你还不说实话 是萧女官 都是萧女官之事 奴婢才将我给了李女官 没想到她为了自保 要杀人灭头 皇后 我也是被冤枉的 求王后冰查 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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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她说 只要我杀死百合 就能证明我的清白 她是你自己蠢 杀人自证不了清白 恰恰证明了你的残忍和无知 能为了生存而杀人 自然能为了妒忌而泄寒 王后 我也是冤枉的 请王后明察 我也是冤枉的 对我下去 王后 王后 我也真的是冤枉的 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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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知道你做的皇后 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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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 都下去吧 谢王后 母亲 我办得好吗 你是怎么知道 我要煮的是萧红叶 怎么斗都行 千两刀主子身上 这狗就太蠢了 母亲 我替你杀了萧红叶 你该谢我才是 敬你一宫 你 昊兰姐 喝姜 昊兰姐 你怎么了 说到底 我和萧红叶结下仇怨 就是从那颗男猪开始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 它到底是为了什么 值得它冒这么大的险 去坚守赐道 管它是送给情人 还是卖了换钱呢 这都是它的错 不 昊兰姐 事已至此 你就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反正 横叔都跟你没关系 昊兰 秦王孙怎么来了 我都看见了 为何如此暴怒 我生气 因为这个世道全部都是恶人 因为弱者总要受人欺凌 这不公道 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告诉我吗 我的妹妹秀玉 明明相伴多年 一同长大 明明我一直在帮助她 明明我可以把一切都与她分享 可她恨我 恨我秦记胜她 恨我夺走父爱 恨我 还有萧红叶 我从无害她之意 可她却屡屡构陷 想要置我于死地 你看我 为什么身边都是恶人 为什么充满恶意 为什么 我母亲性情平和 从不与人相争 可她怀孕之后 有人在她经过的长廊 涂抹铜油 在她居住的宫室外 埋死鹰之骨 我出生之后 这样的情况 依旧层出不窮 我问母亲 这是为何 因为世道就是这么艰险 母亲说 从前她居住在韩 有一八岁孩童被杀 后来发现 凶手竟是林家的老玉 令人惊奇的是 老玉向来脾气温和 从不与人相争 那她为何杀人 她有一个同龄的小孙儿 因意外断腿 每每看到她 拖着一双残腿 去追逐健康的小伙伴 她便感到 追心之痛 久而久之 痛成了季 季生了恨 就因为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 她杀了人 这质子动手 不可原谅 母亲说 季妮为何比我美丽 恨你为何比我聪慧 这样的心情 每个人都会有 但不同的是 有人沉沦于嫉妒的深渊 而有人 把嫉妒 化为前进的动力 浩兰 请你深呼吸 深呼吸 你站在花间 风可以送来花的香气 可圣怒里的你 压根什么都闻不到 那些心怀记恨的人 亦是如此 你是怕我沉沦仇恨 不可自拔 你问我 人心为何如此恶毒 世道为何如此艰险 我要告诉你 不是的 睁开眼睛 好好地看一看 拼命盯着脸上的一颗痣 它会大得像一块疤 最终压垮你的心 但你若忽略它 你就会发现 自己有多美 浩兰 这世间有恶 但善意更多 秦王孙 你可看清楚 我的脸上可没致 这只是一个比喻 你一直在前进 遇到拦路的石头 被绊了一下 你会停下来 咒骂这块石头呢 还是忽略它 继续前行呢 正因这个世道有善有恶 就更要铲除恶人 保护良善 至于拦路的石头 为了防止继续祸害他人 我一脚踢开就是了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年 凤丹城 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穆剑 你也终于回来了 是啊 我终于回来了 这些年 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比起凤丹 我更习惯咸阳 傻儿子 虽然王少封你为将军 可朝廷历来邪恶 做事 一定要谨慎 母亲 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这是我亲手做的密尔 相诺可口 母亲 您快尝尝 启禀王后 属侯父亲见 她回来了 姐姐多年不见 最近可好啊 昨日王上还跟我说 妹妹归乡 今日就见着妙了 我们 有二十年没有见过妙 准确地说 是二十年三个月 零九天 这好奇形 未知姨母今日到访 有何指教 我只不过是来叙叙旧的 公主 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我瞧姨母这态度 不像是来叙旧 倒像是 新诗问罪来了 公主 可真是口齿伶俐 姨母 雅儿 诸口 对了 我从秦国 带了些米糕回来 姐姐 请品鉴 姐姐 怎么不品尝啊 怕我下毒啊 姨母的美意 还是让我来尝吧 这是什么呀 怎么了 公主不喜欢米糕啊 这在我过的日子里 可是求之不得的食物呢 姐姐真的不想知道这些年 我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吗 那是秦国的边陲 一个连燕雀 都不愿意落地的荒芜之地 我是罪人之妻 在寒冷的冬天 我只陪拥有一张草席 公主吃不下的米糕 是我求之不得的食物 就在姐姐成为王后 享受锦衣玉食的时候 我却骨瘦如柴 浑身长创 几乎病死 我多次自杀 可就是没死成 是蜀侯犯了谋逆罪 才被秦国判处流放 幽母亲又何干 如果不是姐姐夺走王上 我堂堂清大夫之女 又怎会远嫁一乡 遭受挫折 那你想怎样啊 你猜猜 别太过分了 姐姐 你已经习惯发号施令了 从小就这样 你永远是正确的 你不喜欢的人 你就把他打入地狱 可惜 我现在从地狱回来 王上 对我充满了怜爱 欠疚 所以 我可以坐在这儿 和你面对面的说话 面对面坐着 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吗 风水轮流转嘛 谁也不知道 你身下的位置 明天会不会是我的 血奶 姐姐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就凭你 也别诱惧我 配与不配 他日字节分枪 好了 姐姐 今天我就先走了 咱们的旧情 改日再续 来 欺人太甚 母亲 你早该杀了他 你父王念在他很小就远嫁异乡 又早年丧夫 所以 才特地拆人把他接回来 如果 此时轻举妄动 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我是不行啊 不过 有人可以 离女官 今日 该轮到你为母亲分忧了吧 与我合适 是 你是气篓子 都气了一个月了 还没消气呢 丁香鱼 丁香鸡 丁香辣酱 丁香烧肉 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喜欢丁香吗 我送你这么多丁香 你还不高兴啊 我喜欢的是王孙送我的丁香香囊 不是丁香 有什么区别吗 吕不韦 您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香囊 到底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别开玩笑了 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呢 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呢 你可别忘了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 约好了共同谋取权势 除此之外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是 好 很好 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不管是吕不韦还是秦王孙 世上任何一个男子向你表白 都别傻乎乎地一头钻进去 女人 一旦陷入爱情里面 就会完全失去理智 我可不需要一个这样的合魂 多谢你的提醒 我会牢记在心 今日你约我 找我何事 听四个月说 王后就要给你一个任务 说给我听 寡人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太在意宫中其他人的眼光 我早已有了丈夫 可他已经死了 他毕竟是克尔的父亲 可你明明说 克尔是寡人的儿子 是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可王上 却不敢在天下人面前承认 谁说的 碧妾说错了 王上不惧怕任何人 而是惧怕 那个女人 放肆 母亲 为何要去投奔赵国 秦国国力强势 我若是去投秦军 定然有所成就 再者 我身上流着秦国王室的血 怎能为赵国人效力 而是 杀儿子 客人 很快 你就会明白的 事情就是这样 王后只给了我十日时间 要我想方设法 替她解决蜀侯父这个难题 说来也真是 秀玉练上公子娇 王后又从族妹手里横刀夺爱 难道世上就再误好男儿了 非要姐妹相争 这石养在一个眷里 能不争馊水吗 你别瞪着我 话操理不操 这生活习性喜好相近 偏土地财富有限 才会有兄弟息强啊 好了 回归正题 你有没有想过 王上接回蜀侯父便罢了 为何要封他的儿子 听你的言外之音 难道他是王上的 世卿乘风这么多年 他究竟是不是照过王子 再追究也无济于事了 当年蜀侯被污禁毒 秦王勃然大怒 他们全家背叛流放 蜀侯死于流放途中 就在近日 秦国突然颁布涉令 蜀侯母子 才得以回到咸阳 蜀侯母子 你怎么回到咸阳 因丈夫的死 对秦国怀有怨恨 被社后回到顾国 何情何礼啊 你不觉得时间 太过巧合了吗 巧合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秦赵交战之时 让人不得不怀疑她的冬季 我是收夏少妃所托 一直想找机会 前来拜访你 我母亲 是啊 我在秦国流放多年 是她一直 派人给我送来食物和药材 让我不至于挨饿受冻 病死他乡 说起来 她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锦上添花意 血中送探难 她对我的大恩大德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若有可能 我真的愿意带她受病 母亲病了 是啊 我回赵国之前听说 她为了替你求情 在冰冷的地板上 为了一天一夜 回去就病倒了 她那么弱地伸走 怎么受得了 一人不孝 未能侍奉在母亲身边 她听说我要回赵国 特地托我 帮你带了这个 的确是母亲的针脚 赵昭暮 岁岁年年 你母亲一直盼着 你能早日回归秦国 可现在 秦赵两国僵持 赵人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放你回去的 我看不如这样 你写封信回去 以宽扶一下 那颗子母之心 你说呢 往来的信件 都要接受盘查 未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还是算了 母亲是个聪明人 她自会懂我的心 王孙多虑了 我自会想办法 帮你送出去的 王孙 离女关前婢子 送新鲜瓜过来 稍后 我去去便来 把人的关系 乌兰 母亲 你要这个干什么用 如今秦国的朝政 都掌握在丞相范茧的手里 范茧 是王孙子稀的老师 以理支持她登上忙来 可如今 秦王对安国军 所有的儿子都不满意 包括子稀 和我们来赵国 有什么关系 安国军为了义人 大军后退实力 范菊能安心吗 他请求我 帮他铲除后患 你要杀死义人 这就是秦国 赦免我们母子的条件 也是你未来 荣誉的保障 但 赵王会听你的吗 别怪我狠心 为了我们母子的前程 一人 也只能借你的头颅已用了 公主 至邦必已 祭官曰八 至邦咎已 行官曰七 王孙 在莫什么呢 如此奇怪 闲着无聊 用来打发时间 七曰官行 已旧邦制 八曰官计 已必邦制 是 我想起来了 是周礼大载篇 公主前来有什么事吗 无事 不能找你吗 我住的是赵国的宫殿 公主自然可以随意来往 听说你亲自去找丁香 丁香本有芳香礼器之效 可是今年到处都是陈丁香 香味早已淡了 我特意用白纸和配兰制了香囊 你配在身上好不好 公主 我只是一时兴起 后来制成了 闻不惯那味道 我早就丢了 丢了 没关系 那 你喜不喜欢霍香 可以提升行脑 我不喜欢霍香 那若桂和艾叶怎么样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不喜欢香囊 你是厌恶我 兄长 你怎么会来这儿 拿下 诺 诺 秦王孙因何事下狱 士兵在一名出城的宫人身上 塞到一封来自王孙亲笔手写的书信 请安国君尽快踏平邯郸 救他脱困 这不可能 秦王孙冷静聪慧 怎会在两国胶着之际 贸然血信求援 这一定是假书 笔迹跟王孙的义母一样 如何辩驳 又有蜀侯府告发 说王孙早就心怀不轨 屡次托他带信回国 都被他拒绝了 蜀侯府屡屡拜访秦王孙 原来是彼有居心 吕不韦 不论如何 咱们一定要救秦王孙 别忘了 王后就给了你十日之限 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 你的时间不多了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以彼之道 还时彼身 这个秦王孙满口的赵秦和睦 暗地里却叫做王和宫城 这是要把我赵国一锅端 就这么一个人 你还来替他求情 父王 王孙品行高级 绝不是两面三刀的小人 妹妹 你再多说也无用 秦王孙与你虚与威仪 全无半点真心 你呀 就别再自作多情了 他若真的虚与威仪 我早就是他的人了 哪用得着你来指教 父王 您也听见了 堂堂赵国公主 竟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荒谬 尚有官居兼家 下有周驴之会男欢女爱 我爱上一个人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什么值得羞耻的 我是为你的兄长 我这是在规劝你 若你执迷不悟 我只好请父王 尽快叫你嫁住 免得以后做出 不可挽回的丑事 道貌岸然 虚为狡诈不为丑 一片坦诚 毫不虚眼 道成了丑 父王 天下可没有这样的道理 好了 此事寡人已有定论 三日后 公开处决秦王孙 寡人就是要让全邯郸的人 都知道图谋不轨的人 是何下场 父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